代表我瘋了 現在越南就是整個西方國家 和中共大家爭取的最主要的東盟國家 越南因為它是共產黨主持 而你說它全部民主化嗎? 是 甚至他們現在限制官員 你只要貪污三百元 那你就要走了 就是最新推出 但是做不做到 但是始終它都是一黨專政 就是說你選來選去 只能夠選共產黨人士 現在這個也是問題 而過去越南雖然和中國有所區分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以中國是共產老大哥 要看著他的面子 雖然南海甚至石油上的開發有所爭議 但是越南從來都希望 就是說投向西方 但是又不想得失中國 這個就是現在真真正正的問題所在 但是當現在西方國家要你選邊站 那麼你也都看到印度已經選邊站 那麼你也都看到印度已經選了邊站 現在莫迪就去了美國 見拜登 在這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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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 印度國防部的部長去了越南 也都說明將一些自主研發的巡洋艦 一些這類的戰艦已經無條件 聽著是無條件贈送給越南 更加簽訂就是戰略夥伴關係 兩國之間防務合作已經多樣化 包括各種軍種的廣泛聯繫 能力建設和培訓計劃等 還有聯合圍和 船舶訪問和雙邊演習 印度在這個時候 該出手時候就出手 再將越南拉一把 就是說現在越南後面 就不單止有美國佬的支持 譬如好像之前的 之前的什麼 之前的就是日本 日本也都將他們自己一些海巡船 也都是無條件這樣送給越南 那麼你說印度現在又來 那麼下一個是誰 韓國 韓國總統尹錫瑜去了法國訪問 接著回馬昌就去越南 為什麼 說在南沿北設 一個天一個地你都要去 沒錯 現在南海東盟 他們要固守所有的防線 就是對付中國的話 這樣越南也是 越南要做世界工廠 他要走出去 事實上你說越南經濟是不是好 未必 因為 越南最近 爛尾樓 還有樓市爆煲 因為個個都覺得越南經濟好 結果 越南很多的二三線城市 基本上 就是大量的樓盤出現了 到最後導致資金鏈斷裂 成為了爛尾樓 現在累計有二百多個樓盤出了問題 那當然 經濟 跟中國說的說話是一樣的 未來 基本面 向好 是的 但是 在這個時候 西方國家不是一個美國 是所有的西方國家 包括 印太地區的國家已經跟越南伸出橄欖枝 而這個橄欖枝 無論是 南海 國防 經濟 外交 都極力地拉攏著這個越共政府 是的 你不要忘記 實際上 越南已經是CPTPP的一個成員國 一個所謂的高標準的國家 體系的國家也都是 所以你看到越南在某一方面 一人一票選 改革選舉 雖然依然是一黨專政 沒有第二個政黨挑戰它 但是 他們真真正正進行著一個民選 這裡看得很清楚 只要你投向西方國家 你要錢就有錢 你要經濟就有經濟 你要有外交就有外交 要有軍事就有軍事支持 是全方位這樣協助越南 東盟十國 基本定調了已經全面這樣投靠西方 其實緬甸都想走 但是緬甸因為軍政府 將民選政府 即是昂山蘇基 被判囚 東盟國家現在都希望拉緬甸一把 如果緬甸上來的西方國家 能夠減低制裁和分歧制 民軍政府還權 如果可以的話 緬甸都有可能全面這樣投向西方 這個就是形勢比人強 選邊站已經成為了2023年 所有的國家的一個共識 究竟你站在中國這一邊 你還是站在西方這一邊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夜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我們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